Holy shit 我下来的时候好像看着黄架很久了 哪儿 那有人死了 没死在哪儿 在那个光柱有个很大死的 哇 你身有点小吗 光柱爆头了 不是在一楼没死 黄架应该是 先看下黑了 喝了 死了 我听他叫了 只听见敌人一声惨叫 回去收拾仓库去了 我跟喝哥选择先搜下黑卡 先搞点货塞一下 我等一下去拿个口罩 五根针十五万到手 做完黑卡 我跟喝哥就去拿个口罩清点过去 然后发生了一点小战斗 哎 在枪上 黄架一个打我们 黄架 黄架打我们 好 弄他 弄他 队友说敌人在黄架赶紧过去支援 看我能夹到这个 这就下面了 这时候我想捏手摔炮 直接扔黄架 看能不能炸死他 我跑过去的时候 注意力全在石板 没有看见右边有个人 我也是有点瞎了 不过还好后面看到了 我再拉一下 十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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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站在台阶上的 右边台阶上的 我一开始还没看到他 我差一点就打他头了 真的兄弟们 玩这个游戏 眼神真的很关键很关键 我觉得我自己有时候眼神真的挺不好的 打掉这个人 然后准备清到六号炸点 看他还有队友没 那路过电视场 那还是先看一下物资吧 黄卡 一个MCB价值16万 舒服 我去尿尿啥点 我在黄卡 我在黄卡牧悬 我去尿尿啥点 我去尿尿啥点 黄卡牧悬 黄卡 黄卡牧悬 我在黄卡牧悬 我在书房 他牧悬 好像没人 黄卡牧悬 一个茶壶 接近3万 金电3万 当时也不知道还有没有敌人 所以选择边悬边打 那是黄架呢 黄架 黄架 黄卡一楼还有一个 黄卡一楼还有一个 哎呀 哎呀 显卡 终于摸到以上 敌邃 不容易呀 全是马 我这全是马 0 可以吧 呃猫家有个无恙 什么 哇 哎呀捡了货了 A半一张显卡抠出来了 抠了两张 来了兄弟们他来了 终于来了 抠了这么多机器 他又抠出两张卡 他又抠一张 他三张卡了 哪有三张 没有 这你们的 哪有三张 两张吧 两张 完了我中一笔 呵呵呵呵 既然是猫有三张 那就有三张应该是 哎卧槽我死了 什么 什么 一件这么悲伤的事 我却笑得这么开心 但是BGM还是配悲伤一点的吧 在这一晚上的实验室当中 他无数次倒在AI和玩家的枪口下 甚至倒在AI的枪口下比玩家的枪口下还多 这是一件多么悲伤的事情啊 一晚上实验室 没出来过一次 每次这种惨状一发生 他就很麻 我为了照顾他的感受 我不愿意用悲伤的感情来增加他的伤感 只能用我自己的笑声来唤起他少一点的难过 也许他听见我的笑声 他也会开心起来 兄弟抱一下 说说你心 一张头 直接 直接 我一外头 怎么聊 霍哥 我不知道 我本来还想 我还想分慢 慢生显卡的 心里话 说听着 啊 别分了 帮帮我填个枪 这点62BP 在地下 我两张显卡一个小黑 哇 哇 咱们从南东 霍哥 三张显卡 三张显卡 我又摸张显卡 好了 要不然咱们舔了枪撤吧 要不然 四张吗 这吧 你五张呀 你不是三张吗 对 我三张 哈哈 哈哈 快点快点 咱们从南东 从南东 直接从南东 下来打那 然后走 快快快快 OK OK 快过来 没有了 昂格 你准备 哎呦 第四妈 扮完仇之后 我跟赫赫选择去撤泥 这晚我跟赫赫一人赚了两百多万 这妈在角度里独自哭泣 有点难受 十八每晚在抖音直播 欢迎大家前来学年景 记得点赞哦 下期见 bro